如何判断伤口是否需要红颗 观察伤口的深度 伤口处似乎已经看得到黄色脂肪阻折 骨骼是否暴露 皮下肉似乎大面前暴露 伤口深度似乎超过6毫米 在上去情况下 如果有一条符合的话 你就需要红针了 二 观察伤口的宽度 伤口能否逆合 通常绷带和伤口的作用就是伤口后颅 后颅后的伤口 12小时后就会即将 开始自我愈合 然而如果伤口已经宽度 无法用绷带后颅的地步 那么你就需要红线来将皮肤强制后颅 以帮助其愈合 三 观察伤口的位置 如果伤口所在的位置是身体进了互动的部位 那么你最好去医院缝合一下 以免互动造成伤口扩大或重复的吃力 举个例子 腿上和手指上 尤其是关键度的伤口 可能会需要缝合 而二头的伤口 则一般不需要缝合 但是如果伤口特别深或特别宽 那么无论它是不是位于经常互动的部位 都要即时去医院缝合 记住伤口的深度和宽度 在判断是否需要缝合时 是其决定性的作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